秋冬的楓葉正火紅 位在南半球澳洲的聖誕島 也出現另一番紅通通奇景 帶您去看數百萬隻紅蟹大軍遷徙 還有專用天橋的壯觀場景 每年十一月底 有時可能晚至十二月或一月 澳洲的聖誕島都會迎來紅蟹大天襲 島上數百萬隻平時居住在地洞 屬於陸生螃蟹的紅蟹 從島上森林爬往海苔 在海邊交配產卵 在這期間島上四處都是紅蟹 微微奇怪 不過全群結隊的紅蟹 會穿過道路並造成交通阻塞 島上居民必須配合這螃蟹大軍 採取應變措施 為了方便紅蟹遷徙 當地政府特意封路 還設立告示牌 也花了好幾個月建造紅蟹專用的橋 及臨時圍籬 讓紅蟹通行 為了禮讓這些島上的小居民 民眾走在路上 都會小心注意並盡量減少出門 間襲中 熊蟹通常比雌蟹先到達 並且挖掘洞穴等待雌蟹 在交配過後 熊蟹會先返回叢林 雌蟹則會在洞穴中待上約兩周產卵 並趁漲潮離開洞穴時 將卵釋放到海裡 澳洲公園管理局表示 每隻雌性螃蟹可以產下多達10萬個卵 約末一個月後 幸運未被海中大魚之間肚子的小紅蟹 便會踏上回家的旅程 再次回到海岸邊 並進入島上的叢林 海岸邊